它的特色是它的泛米粒一定要非常好 它的豬肉是半肥半瘦 这样是最好的 而且我听说好的卤肉饭是要粘醇 吃起来然后你看满满的 对不对 焦质 真的非常好吃 针对基隆道地美食卤肉饭 参与记者会的主讲人分别说出 他们对基隆卤肉饭的印象与感受 我觉得卤肉饭很棒是说 它因为它很软对长者很好 那又有肉 长者最需要蛋白质 又有点油分 那它弄进去之后 比你做的那种一般老人书好吃太多了 对 入味 比较入味又香 他们是好爱吃卤肉饭 我们想要去买给他吃是不是 它又有营养 而且我们基隆现在有邮轮 其实外国包含客也比较能接受卤肉饭 它比较不会像一般的一些小吃可能会 像这个就一般的外国人也比较能够接受 像汉堡加在饭的上面 对 以前高中下课的时候就很常跟朋友会来 会来庙口晃 然后乳酪饭是个选择 然后吃完乳酪饭之后就跑去吃那个 三兄弟豆花 吃完咸就要吃完甜的 这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刚刚好 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基隆的精神 因为以前这都是那种打工人吃的 马头工人 他又很快速 夹肉的模样 我有听就是之前看说那个就是像廟口那些滷肉饭的 他们那些就提到说他们传承的那个意义 就他们如果看到有工人来 就会特别给他更大包 这就很有基隆的味道 基隆的故事 人情味 对 基隆人情味 还有基隆市一个港口城市 它的整个渊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碗滷肉饭不只是滷肉饭 他沉着基隆而已 对 没错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的滷肉饭大胃王比赛说明记者会 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官销处处长郭继 与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向外界说明市政府希望透过活动 来行销基隆非常好吃的滷肉饭 那这场比赛呢 我们预计会在11月份的时候来举办 那目前呢 报名的方式呢 我们初步是规划说 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来进行报名 那报名的组别呢有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以个人的方式来参与竞赛 那第二种呢 就是以我们团队竞赛的方式来进行 那在于行销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会邀请呢 网路上知名的这种 这种大胃王的人气网红 并且拍摄相关的影片 上传到YouTube上面 来增加基隆美食的知名度 来带动基隆整体的旅游的热潮 那行销活动会让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基隆除了很好吃很棒的卤肉饭 然后呢跟别人不一样地方 更重要的是还有推广我们所有的美食文化 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应该有看到市长对这个卤肉饭大王的大胃王比赛 提到说哇他在光读这个 整个他要去施政的这个愿景啊 他都开始对这个美食流口水了 甚至他还有提到说他自己都想报名了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争取到就是议会呢 能够来同意我们的追加预算 然后来办这一场的活动 那因为我们知道基隆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天然的美景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办很多 就是有主题性的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到基隆 那我相信呢 有对基隆庙口不陌生的 就会在庙口里面常会看到 哇好多的卤肉饭的店家 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特别的 把这个卤肉饭的美食 能够把它推广出来 并且让更多人来到基隆 能够就知道说 哇基隆要办卤肉饭大会王比赛 那我要来吃吃看基隆 有哪一些好吃的卤肉饭 那我们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有品牌的一个庶民的美食呢 来结合我们基隆的观光 希望能够来吸引更多人 来基隆探访来基隆观光 基隆市政府方面强调 希望透过活动行销 来打响基隆卤肉饭 成为城市的名片之一 未来希望能够像台北牛肉面节一样 透过活动把在地美食文化推向国际 成为外地游客来基隆必吃的美食之一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